那么从唐僧的这个君子之过 我们能够得到哪些启示呢 我想这个启示主要是有三点 这三点由浅入深 第一点我们要说的事情是什么呢 唐僧的过失是好人之过 是善良 而善良我们是要肯定的 所以第一点就是 你还是要善良 这一点我们向唐僧学习 他虽然一生坎坷 但善心如如不动 无论如何善良都是一种美德 我们不应当善良受挫 就否认善良 转而投向邪恶的怀抱 我们有些观众可能是读过 德兰修女的那首著名的诗 这首诗是这样说的 人们不讲道理 思想谬误 自我忠心 不管怎样 总要爱他们 如果你做善事 人们说你自私自利 别有用心 不管怎样 总要做善事 诚实坦率 使你容易遭受攻击 不管怎样 总要诚实与坦率 在这首诗里 我们能够读到那种无视环境 坚守原则的态度 这种态度让我们肃然起敬 康德说 美德是美德最好的报场 当你有一种很好的德行的同时 首先你不要想 这种德行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因为你获得了美好的德行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对你最大的回报 就是第一点 我们还是要相信善良 第二点 比第一点 我觉得就更加重要一点 是什么呢 不仅仅是你要善良 是你要优良 只有优良的人 才能做到真正的善良 以及一直的善良 做到优良呢 你需要两点 第一是你要有智慧 这样才能保证 你做的事情真的是善事 你的善良是真正的善良 第二点是什么呢 你要有本领 这才能做到一直善良 为什么悟空跟师父说 师父啊 你要善奖起来 就没要依你呢 说来说去 是因为唐僧经常因为善良 他自己以为是善良 但是因为善良 实际上做的事情是坏事 咱还说那个救老鼠镜 救老鼠镜在唐僧看起来 那是救人一命 胜造奇迹复复复的好事 但是结果是什么呢 那至少是在禅林寺这个地方 六个小和尚都被邀请吃了 唐僧确实是处于善良 但是唐僧的善良 你看造成的这个恶果 所以当你没有真正的智慧 去洞见一些事情的时候呢 其实你的善良 可能不一定从效果上来讲 是真善良 小说《狼图腾》里面 我们就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吗 一些人因为狼吃掉牧民的羊 所以搞了一场轰轰烈烈打狼运动 经过艰苦的努力 草原上狼基本消灭干净 但结果如何呢 结果是羊群因为没有天敌 在草原上大量繁殖 结果是草原难以承受那么多的羊 结果是草场沙漠化 沙漠化之后大批的羊 因为没有草食而被吼吼饿死 善良的动机导致的是巨大的恶 所以仅仅善良不够的 善良而得的好结果 要有智慧 有一腔善意没智慧 常常好心难坏失 第二点是什么呢 善良还需要能力 否则你就不可能持续地善良下去 那在西游记里边 我们看到唐僧在轩骨山无底洞的话 他不会被吃 但是会被抓进去 和老实经结婚 当然和老实经那么好看的女要结婚 对我们正常男人来说 可能这是件 说不定还是件求之不夺的好事 但是对于像唐僧这样 一心拜佛求精的真僧侣看来 那简直是生不如死一件事情 那么在西游记里边 要不是八戒悟空等人的大救 那等待他的就是这个了 所以没有本领的善良也不行 真正在修记里边最理想的善良 我给你举一个榜样 这个榜样就是观音菩萨式的 观音菩萨那就真的是做到真正的优良了 他有普度正生的慈悲 但与此同时啊 他又有霹雳手段 足以拯救苦难的众生 以及敢于冒犯他的任何妖魔鬼怪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有利他精神 要做一个能够散发出温暖的好人 但是我们同时一定要有散发出温暖的实力 感谢观看